好 再来看到云林县去年12月底发生的洋娃娃命案 警方在网咖逮人的时候呢 这女童妈妈同居人当时还非常自在玩线上游戏 实在非常冷血 而这小女童外祖母呢就痛骂凶手可恶残忍 不过再回顾当时小女童被关在浴室求救的时候 妈妈完全没有伸出援手 而且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报案 妈妈对警方来表示说是因为同居人不断的恐吓她 直到最近她一直梦到女儿哭着说要妈妈报报 她才逃出来报案 不过对于这妈妈有没有隐秘案情 警警要深入调查 两岁的五小妹妹大大的眼睛看着镜头 一脸无故的模样好可爱 还有这张她大口吃着意大利面 水汪汪的眼睛还真像个洋娃娃 外祖祖母不敢相信 既然有人会这么狠心对女童下毒手 啊 哭了 因为那个很害羞 外祖祖母手拿一注清香 向神明助导祈福 更不断的叹气 用手逝去眼角的泪水 对歹徒的凶狠大骂可恶 而第一时间听到曾孙女只是因为尿床 就被嫌犯拖到浴室毒打泼冷水 她简直就快要昏倒 嫌犯被抓的时候一脸冷静 对亲手杀害女童一点也不以为意 实在非常冷血 不过和嫌犯同居的生母难道一点也没有责任吗 女童被毒打的时候不断的在浴室求救 大喊妈妈救我 不过母亲却没有伸出援手 知道她不断的梦到女儿对她说报我报我 在受不了良心谴责下终于投案 而从12月24号女童被打死 到1月27号破案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尽管母亲被同居人软禁 不过她为何不报案 是不是涉及隐匿 成了杀害女儿的共犯 女童的母亲因为身体相当虚弱 还在住院有警方介护中 等她精神恢复以后 检警将对她进行训问和调查 妈妈如果是共犯 不禁令人心寒 接着侯国文嘉义报道